文貝 畫面上這位練著武術的外國人 Kevin 在國中時期 因為接觸到李小龍功夫電影 從此就愛上中華武術以及文化 為了圓夢 在他21歲時選擇來到台灣拜師學武功 後來因為要學中文的關係 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婚後兩人決定定居台灣 一待就是30年 國中的時候看功夫 李小龙功夫片每个礼拜都可以看 然后去图书馆就找一些中国的资料 找到那个庄子和老子 那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哲学 然后我去那个买一个杂志 它在形容功夫各种门派 它里面有写鹰爪拳 螳螂拳 虎拳 鹤拳 很多种拳 我去语言中心教英文 然后学校就安排一个对话 我教学生英文 他教我中文 那他也是那个学校的老师 所以就去外面喝果汁 做朋友就一步一步来 Kevin现在与妻子在台南市中正路的巷子内 开了一间活菌茶店 主要贩售健康营养的黑麦汁以及活菌茶 而且装饮料的容器 还是回收玻璃瓶清洗杀菌再利用 强调自家产品健康又环保 放在塑胶品不好 对环境不好 对人的身体不好 所以我就想 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玻璃瓶的回收 我以前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做玻璃瓶回收的消毒部门 所以我就想 我们在台湾也可以做 然后每个玻璃瓶不一样 像这个是 oh sorry 这个是海那根 这个是百味 但是里面的容量是一样的 所以我几种玻璃瓶都可以再用 一个活菌茶 那黑麦汁是我的工夫学生会做啤酒 他就教我做黑麦汁 冰冰凉凉的黑麦汁喝起来酸酸甜甜 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个季节饮用 喝起来冰冰凉凉 然后会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跟啤酒有点像 只是他还没有发酵 因为李小龙电影的关系 Kevin展开30年的功夫生涯 如今开店推广健康活菌茶 再度完美诠释斜杠人生 记者张伟中台南报道 精准尽人生 给你一次步过过 因此 endless工作